您好 却说张飞因关公放了上流水 遂隐军从下流沙江来 劫住曹仁混沙 呼吁徐楚便与交锋 徐楚不敢恋战 独路走脱 张飞赶来 接着玄德孔明 一同沿河到上流 流风迷方已安排船只等候 遂一起渡河 尽望樊城而去 孔明将船伐放火烧毁 却说曹仁收拾残军 就心也囤住 使曹洪去见曹操 俱言失利之事 曹操大怒曰 诸葛匹夫安敢如此 催动三军漫山塞野 禁至新野下寨 传令军士一面搜山 一面堵塞白河 令大军分作八路 一起去取樊城 刘业曰 丞相出至襄阳 必须先买民心 今刘备进迁新野百姓入樊城 若我兵静静 二县为积焚矣 不如先世人招降刘备 备既不详 亦可见我爱民之心 若其来详 则荆州之地 可不战而定也 曹操从其言便问 谁可为实 刘业曰 徐树与刘备治后 今陷在军中 何不命他一亡 曹操曰 他去 恐不复来 刘业曰 他若不来 一笑于人矣 成相勿疑 曹操 乃召徐树治 未曰 我本 欲踏平凡城 奈连众百姓之命 功可亡 税刘备 如肯来详 免罪赐绝 若更执迷 君民共路 玉石俱焚 吴志公忠义 故特使公网 愿勿相赴 徐树受命而行 至凡城 玄德孔明皆见 供诉旧日之情 徐树曰 曹操 时数来招降使君 乃甲买民心也 今彼分兵八路 田白河而尽 凡城 孔不可守 以速作行计 玄德欲留徐树 徐树谢阅 谋若不还 孔惹人笑 金劳母一丧 抱恨中天 身虽在彼 事不畏设异谋 功有卧龙辅佐 何愁大业不成 树请辞 玄德不敢强留 徐树辞回 见了曹操 言玄德并无详意 曹操大怒 即日进兵 玄德问济于孔明 孔明曰 可肃气凡城 去襄阳散歇 玄德曰 乃百姓相随许久 安忍弃之 孔明曰 可令人便告百姓 有怨随者同去 不怨者留下 先使云长 往江岸整顿船只 令孙前 简庸在城中 声扬曰 今曹兵将至 孤城不可九首 百姓怨随者 便同过江 两县之民 齐声大护月 我等随死 亦怨随使君 即日豪气而行 扶老邪幼 江南带女 滚滚渡河 两岸哭声不绝 玄德于船上望见 大汉曰 为吾一人 而使百姓遭此大难 吾河生哉 欲投江而死 左右急救之 文哲莫不痛哭 船到南岸 回顾百姓 有未渡者 望难而哭 玄德 吉令云长 催船渡之 方才上马 行至襄阳东门 只见城上 便插京旗 毫边密布路角 玄德勒马大叫约 留从贤旨 无但欲救百姓 并无他念 可快开门 刘从文玄德志 拒而不出 蔡茂张云 静来敌楼上 赤军事乱见舍下 城外百姓 皆望敌楼而哭 城中忽有一将 引数百人 静上城楼大贺 蔡茂张云 卖国之贼 刘时军乃仁德之人 今为救命而来头 何得相聚 众士其人身长八尺 面如重枣 乃一阳人也 姓魏明言 自闻常 当下魏延 轮刀砍死守门将士 开了城门 放下吊桥大叫 刘皇叔快领兵入城 共杀卖国之贼 张飞便越马欲入 玄德 玄德即止之曰 修经百姓 魏延只管招呼 玄德军马入城 只见城内一将 飞马引军而出大贺 魏延 无名小卒 俺敢造乱 认得我大将闻聘吗 魏延大怒 挺枪越马便来交战 两下军兵在成兵混杀 喊声大振 玄德约 本欲保民防害民也 吾不愿入襄阳 孔明约 江陵乃荆州要地 不如先去江陵为家 玄德约 正和无心 于是领着百姓 近离襄阳大陆 往江陵而走 襄阳城中百姓 多有城乱逃出城来 跟玄德而去 魏延与文聘交战 从四十战至魏时 手下兵俗皆以蛇进 魏延乃波马而逃 却寻不见玄德 自投长沙太守寒玄去了 却说玄德同行军民十余万 大小车数千辆 挑担背包者 不计其数 路过刘表之墓 玄德率重将 败于墓前 哭告月 辱地背 无德无财 父兄寄托之众 罪在背一身 与百姓无干 望兄英灵 垂就京乡之民 严慎悲怯 军民无不下泪 呼少马报说 曹操大军已囤返城 使人收拾船伐 即日渡江赶来也 众将皆约 江陵要地 足可聚首 金庸民众数万 日行十余礼 此此及时得到江陵 趟曹兵道如何迎敌 不如暂气百姓先行为上 玄德契约 据大事者比人为本 今人归我奈何弃之 百姓闻玄德此言 莫不伤感 后人忧失赞之约 临难人心存百姓 登州挥泪动三军 至今平调湘江口 父老尤然 义使君 却说玄德拥着百姓 缓缓而行 孔明语 追兵不久极致 可遣云长往江下 求救于公子刘齐 叫他速起兵 乘船汇于江岭 玄德从之 即修书令云长 同孙前岭五百军 往江下求救 令张飞断后 赵云保护老小 其余 拒管顾百姓而行 每日直走 十余里便歇 却说曹操在凡城 使人渡江至襄阳 赵刘从相见 刘从惧怕 不敢网见 蔡茂张云请行 王威密告 刘从月 将军既降 玄德又走 曹操必谢持无备 愿将军奋整齐兵 舍于显处机制 曹操可获也 获曹操则威震天下 中原虽广 可传喜而定 此难遇之际 不可失也 刘从以其言 告蔡茂 蔡茂赤王威曰 如不知天命 安敢妄言 王威怒骂曰 卖国之徒 无恨不生胆如肉 蔡茂欲杀之 宽越劝之 蔡茂遂与张云 同志凡城 拜见曹操 蔡茂等慈色 甚是禅宁 曹操问 荆州军马前梁 今有多少 蔡茂约 马军五万 步军十五万 水军八万 共二十八万 前梁大半在江陵 其余各处 一族攻击一载 曹操曰 战船多少 原是何人管领 蔡茂约 大小战船 共七千余只 原是茂等二人掌管 曹操 最佳蔡茂 为镇南侯 水军大都督 张允为 祝顺侯 水军副都督 二人大喜败谢 曹操又约 刘景生既死 其子祥顺 无当表奏天子 使勇为荆州之主 二人大喜而退 寻幽约 彩茂张允 乃禅宁之徒 诸公何岁家 已如此显绝 更叫嘟嘟水军呼 曹操笑月 无岂不识人 只因无所领北地之中 不惜水战 故且全用此二人 待成事之后 别有理会 却说蔡茂张允 归见刘从巨言 曹操徐宝奏将军 永振惊香 刘从大喜 次日 于母蔡夫人 鸡鹏印寿兵符 亲自渡江 拜迎曹操 曹操府未必 急引隋征军将 进屯襄阳城外 蔡茂张允 领襄阳百姓 焚香拜街 曹操聚用好言辅育 入城至府中作定 急招宽阅进前 辅魏约 吾不喜得荆州 喜得义渡也 遂封宽阅 为江陵太守 樊成侯 傅逊王灿等 皆为关内侯 而以刘从 为青州刺史 便叫启城 刘从文明大经 辞约 从不愿为关 愿守父母乡土 曹操约 青州 进帝都 教你随朝为官 免在京乡 被人屠害 刘从再三推辞 曹操不准 刘从 只得与母 蔡夫人 同赴青州 只有顾将 王威相随 其余官员 据送至江口而回 曹操 唤于尽 主赴约 你可 因青计 追刘从母子杀之 以绝后患 于尽得令 领众赶上大鹤 我奉丞相令 叫来杀儒母子 可早纳下首级 蔡夫人抱刘从而大哭 于尽 鹤令军事下手 王威愤怒 奋力相斗 竟被众军所杀 军事杀死刘从 及蔡夫人 于尽回报曹操 曹操重赏于尽 便使人往龙中 搜寻孔明蹊跷 却不知去向 原来孔明先已令人 搬运至三江内 隐蔽以 曹操深恨之 襄阳既定 寻并尽 寻并尽言 江陵乃京香重地 秦梁极广 刘备若聚此地 极难动摇 曹操语 古其忘之 随命于 襄阳诸将中 选议员 引军开道 诸将中 独不见文聘 曹操使人询问 方才来见 曹操曰 如来何耻 对曹操曰 唯 人臣而不能使其主 保全净土 心识悲惨 无言扫见耳 言气 唏嘘流涕 曹操曰 嗯 朕忠臣也 除江夏太守 刺绝 关内侯 便叫引军开道 探马报说 刘备带领百姓 日行只十数里 继承只有三百余里 曹操 叫各部下 精玄五千铁骑 星夜前进 现一日一夜 赶上刘备 大军陆续随后而进 好 本次播读 暂到这里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文分解 您好 我是水清 微信公众号水清独明柱内 有原著的电子文本 欢迎关注 继续为您播读 三国演义第41回 刘玄德 协说玄德 引十数万百姓 三千余军马 一城城挨着往江陵进发 赵云保护老小 张飞断后 孔明曰 云长往江下去了 绝无回音 不知若何 玄德曰 赶凡军事 亲自走一走 刘齐赶攻昔日之教 今若建功亲至 势必协议 孔明允诺 便同刘峰 引五百军先往江夏求救去了 当日玄德 自与简雍 迷逐迷方同行 正行间 忽然一阵狂风 就马前刮起 尘土冲天 平折红日 玄德经约 此何照也 简雍颇明阴阳 袖瞻一刻 施经约 此大凶之兆也 应在今夜 主公可肃弃百姓而走 玄德曰 百姓从心也相随至此 无安忍弃之 简雍曰 主公若恋而不弃 祸不原意 玄德问 前面是何处 左右答曰 前面是当阳县 有座山 名为井山 玄德 便叫就此山闸柱 时秋末 东出 凉风透骨 黄昏将近 枯声遍野 至四更时分 只听得西北 喊声阵地而来 玄德大惊 即上马 引本部精兵 两千余人迎敌 曹兵掩制 势不可打 玄德死战 正在 威迫之际 幸得张飞 引军制 杀开一条血路 就玄德 往东而走 文聘 当先拦住 玄德 骂阅 被主之贼 唐有何面目见人 文聘 羞残满面 引兵自投东北去了 张飞 保着玄德 且战且走 奔至天明 文喊声 渐渐远去 玄德 方才歇马 看手下随行人 只有百余计 百姓老小 并迷竹 迷方 简庸 赵云等一干人 皆不知下落 玄德 大哭曰 十数万生灵 皆因恋我 遭此大难 诸将及老小 皆不知存亡 虽土木之人 宁不卑虎 正七皇时 忽见迷方 面带树剑 亮腔而来 叩言 赵子龙 反投曹操 去了也 玄德 赤曰 子龙 是我故教 安肯反护 张飞 跃 他今见我等 势穷力尽 或者反投曹操 以同富贵儿 玄德 曰 子龙 从我与患难 心如铁石 非富贵所能动摇也 迷方语 我亲见他 投西北去了 张飞语 哼 带我亲自寻他去 若撞见时 一枪刺死 玄德 玄德 语 诶 修错疑了 岂不见你二兄 朱炎良 文丑之事乎 子龙死去 必有事故 无料子龙 必不弃我也 张飞哪里肯听 因二十余计 至长板桥 见桥东 有一带树木 张飞 生一计 较所从二十余计 都砍下树枝 拴在马尾上 在树林内 往来驰骋 冲起尘土 以为宜兵 张飞 却亲自 横毛立马 于桥上 向西而望 却说赵云 自四更十分 与曹军厮杀 往来冲突 杀至天明 寻不见玄德 又失了玄德老小 赵云自思语 主公将甘米二夫人 与小主人扼斗 托付在我身上 今日军中失散 有何面目去见主人 不如去决一死战 好歹要寻竹母 与小主人下落 回顾左右 只有三四十计相随 赵云拍马 在乱军中寻觅 二线百姓 豪哭之声 震天动地 众箭拙枪 抛男弃女 而走者 不计其数 赵云正走之间 见一人卧在草中 视之乃箭雍也 赵云急问于 曾见两位竹母否 箭雍也 而竹母弃了车杖 抱额头而走 我飞马赶去 转过山坡 被一将刺了一枪 跌下马来 马被夺了去 我争斗不得 故卧在此 赵云 乃将从计索骑之马 借一匹 与箭雍骑坐 幼卓二族 扶护箭雍 先去抱于主人 我上天入地 好歹寻 竹母与小主人来 如寻不见 死在沙场上也 说罢 拍马往长板坡而去 呼一人大叫 赵将军哪里去 赵云勒马问约 你是何人 打约 我乃刘士军帐下 护送车账的军士 被见射倒在此 赵云便问二夫人消息 军士说 恰才 见甘夫人劈头险足 相随一伙百姓妇女 投南而走 赵云见说 也不顾军事 急送马望南赶去 只见一伙百姓 男女数百人 相邪而走 赵云大叫约 内中由甘夫人否 夫人在后面望见赵云 放声大哭 赵云下马插枪而弃约 使主母失散 云之罪业 弥夫人与小主人安在 甘夫人约 我与弥夫人被主起了车仗 杂与百姓内步行 又撞见一只军马冲散 弥夫人与恶斗不知何往 我独自逃生至此 正言间百姓发喊 又撞出一只军来 赵云拔枪上马看时 面前马上绑着一人 乃弥主也 背后一将手提大刀 引着千余军 乃曹仁部将 淳于岛 拿住弥主 正要解去献功 赵云大喝一声 挺枪送马 直取淳于岛 淳于岛抵抵不住 被赵云一枪刺落马下 向前救了弥主 夺得马二匹 赵云请甘夫人上马 杀开条大路 直送至长坂城 只见张飞横毛立马 于桥上大叫 子龙 你如何烦我哥哥 赵云语 我寻不见主母与小主人 因此落后 何言反也 张飞语 若非简庸先来报信 我今见你 怎肯甘休也 赵云语 主公在何处 张飞语 只在前面不远 赵云为弥主曰 弥死众 保甘夫人先行 带我仍往寻弥夫人 与小主人去 言罢 引数计 再回旧路 正走之间 见一将 手提铁枪 背着一口剑 引十数计 跃马而来 赵云更不打话 只取那将 交马 只一合 把那将 一枪刺倒 从计接走 原来那将 乃曹操随身 卑剑之将 夏侯恩也 曹操 有宝剑二口 一名乙天 一名清刚 乙天剑 自配之 清刚剑 令夏侯恩配之 那清刚剑 砍铁如泥 锋利无比 当时 夏侯恩 自是永利 背着曹操 只顾引人 抢夺鲁掠 不想 撞着赵云 被他一枪刺死 夺了那口剑 看靶上 有金茧 清刚二字 方知是宝剑也 赵云插剑提枪 覆杀入重围 回顾手下从计 已无一人 只胜得孤身 赵云 并无半点退心 只顾往来寻觅 但逢百姓 便问弥夫人消息 呼一人指约 夫人抱着孩子 左腿上啄了枪 行走不得 只在前面墙缺内坐地 赵云听了连忙追寻 只见一个人家 被火烧坏土墙 弥夫人抱着恶斗 坐于墙下枯井之旁 提枯 赵云急下马 伏地而拜 夫人曰 且得见将军 恶斗有命矣 望将军可怜他父亲 飘荡办事 只有这点骨血 将军可护持此子 叫他得见覆面 且死无恨 赵云曰 夫人受难 云至罪也 不必多言 请夫人上马 云自步行死战 保夫人透出重围 弥夫人曰 不可 将军岂可无马 此子全赖将军保护 妾已重伤 死何俗席 望将军速报此子前去 勿以妾为类也 赵云语 韩胜将军追兵已至 请夫人速速上马 弥夫人曰 妾身为师难去 修得两悟 乃将恶斗 递于赵云语 此次性命 全在将军身上 赵云三回五次 请夫人上马 夫人只不肯上马 四边寒生又起 赵云立胜月 夫人不听无言 追君弱智 为之奈何 弥夫人乃弃恶斗余地 翻身投入枯境中而死 后人有失赞之约 战将全凭马力多 步行怎把右军服 叛将一死存留四 永绝黄奎女丈夫 赵云见夫人已死 恐曹军道师 便将土墙推倒 掩盖枯井 掩气 解开乐甲韬 放下眼心镜 将阿斗 抱护在怀 抄枪上马 早有一将 引一队步军制 乃曹洪部将 艳明也 持三尖两刃刀 来战赵云 布三合 被赵云一枪刺倒 杀散众军 冲开一条路 正走间 前面又一只军马拦路 当先一员大将 齐浩分明 大叔 何见张和 赵云更不答话 挺枪便战 约十余和 赵云不敢面战 独路而走 背后张和赶来 赵云加鞭而行 布祥 磕大一声 连马和人 颠入土坑之内 张和挺枪来刺 忽然一道 红光从土坑中滚起 那匹马凭空一跃 跳出坑外 后人有诗曰 红光照提困龙飞 征马冲开长板围 四十二年真命主 将军因得显神威 张和见了大惊而退 赵云驻马正走 背后忽有二将大叫 赵云修走 前面又有二将 使两班兵器 急助去路 后面赶的是马颜 张乙 前面组的是 焦处张南 都是袁绍手下降将 赵云立战四将 曹军一起拥至 赵云乃把青钢剑乱砍 手起处 衣甲平过 血如涌泉 杀退众军将 直透重围 却说曹操在井山顶上 望见一将 所到之处 微不可挡 急问左右是谁 曹红飞马下山 大叫约 军中战将 可留姓名 赵云应声约 无奈 常山赵子龙也 曹红回报曹操 曹操曹操约 真狐将也 武当生智之 遂令飞马 传报各处 如赵云道 不许放冷剑 只要捉活的 因此赵云得托此难 此意 恶斗之福所致也 这一场杀 赵云怀抱后主 直透重围 砍倒大旗两面 独朔三条 前后枪刺剑砍 杀死曹营名将 五十余远 后人有诗曰 血染征袍 透甲红 当阳谁敢 与争锋 古来冲阵 扶为主 只有常山 赵子龙 赵云当下 沙透重围 已离大阵 血满征袍 正行间 山坡下 又撞出两支军 乃夏侯敦部将 忠尽终身 兄弟二人 一个使大福 一个使化吉 大贺 赵云 快下马受负 正是 才离虎枯 逃生去 又欲龙潭 鼓浪来 毕竟 子龙怎的脱身 且听 下回分解 另外 为方便大家一起交流 欢迎加入 水清独明柱Q群 群号是 24651978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